近日暴风集团在线漩涡 暴风集团28号晚间公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冯新因涉嫌犯罪 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相关事项上代公安机关的进一步调查 公告显示冯新因涉嫌犯罪 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相关事宜上代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 截至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 公司管理层将加强管理 确保公司的稳定和业务正常进行 同时公司将制定相应工作管理办法 及应急月案最大限度保障公司 各项经营活动平稳运行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5月8号晚间 暴风集团曾发布公告称 光大近徽上海近新 对暴风集团及冯新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 请求法院判令公司向光大近徽上海近新支付 因不履行回购义务而导致的部分损失 6.88亿元及该等损失的延迟支付利息 今年3月冯新曾因合同纠纷 被法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作为暴风集团的灵魂人物 冯新在该公司兼任数职 数据显示冯新是暴风集团创始人 暴风董事长兼CEO 暴风梧桐资本董事长兼CEO 暴风体育董事长 暴风魔镜董事长 暴风集团